第441章获救,百师王及时战出来说道,吴与王,事情是这样的,之前耿吴穴暗算千诚大帝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你和千诚大帝的关系,帮耿吴穴助了个威,但我保证,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动过手,后来耿吴穴说,你会找我们麻烦,不仅如此,还先去寻找双月商会的麻烦去了,我们受了耿吴穴的欺骗,这才打算和耿吴穴一起暗算你。 不久前,双月商会的惠主给我发了一道讯息,说你去双月商会只是问昆虚海而已。我们这才醒悟过来,是耿吴穴借刀杀人,知道被耿吴穴欺骗,我等自然是不会再给耿吴穴的面子。将耿吴穴擒注,也算是弥补之前的一些过错。百师王也算是光棍,说话直截了当,没有半点转弯抹角。 或者他知道,说假话在这里行不通,蓝小布淡淡说道,借刀是借刀,杀人就不见得了。 就凭借你们这几把绣刀,我还没放在眼里。 百师王三人尴尬的一抱拳,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人家吴穴王说的完全是事实,就算是他们不反水,人家似乎也可以轻松解决。 看外面的九级困杀仙阵对吴穴王毫无作用就可以看出来了。 吴穴王的阵道,绝对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说不定在眨眼时间,就可以布置出九级仙阵来。 去将五千城请来吧,蓝小布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了过去,两名先帝赶紧站出来说道,千城大帝被囚禁在五行牢狱之中,禁五行牢狱的阵棋在耿吴穴身上。 不等蓝小布说话,百师王已经主动拿下了百师王的戒指送给了蓝小布。 蓝小布轻松就去掉了戒指禁制,从戒指中抓出一枚阵棋。 一看见这枚阵棋,蓝小布眼睛就是一亮,说是五行牢狱,这枚阵棋却有一种空间规则气息在其中。 这种阵棋可以直接开辟空间通道,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都可以随时进入牢狱之中。 而被这种大牢所住的囚犯,根本就别想走掉。 蓝小布激发手中阵棋,大殿的地面出现了一道裂痕,随即轰鸣之音响起,一道阵门出现在众人面前。 蓝小布一步就跨入阵门之中,他立即就看见了五千城。 五千城是海和丹田全部被禁魂锁锁住,整个人被吊在虚空之中。 千城,跟着进来的爱因而大哭,这种禁制可不能随便动,一旦结欲动了链锁,被锁住的五千城就会神魂俱灭。 可以说是最歹毒的牢狱禁制,不过这些限制对蓝小布无用,这禁制再强,也无法超越仙界禁制的范畴,而蓝小布现在的阵道早已站在仙界的巅峰。 若不是受限于规则,他其实就是一个一级神阵师。 蓝小布甚至连镇齐都没有拿出,抬手就毁掉了几道链锁禁制,将五千城带了出来。 爱因而赶紧上前,将五千城抱在怀里。 只是五千城双目紧闭,是还处于封闭状态。 他自己封印了是海和丹田,没有关系,上去后,我帮他解开。 蓝小布安慰了一具爱因而,再次回到了大殿。 镇齐收起后,大殿中的五航牢狱入口消失不见。 蓝小布感叹,这不知道是谁建起来的牢狱,真是有才能啊。 借助五航布置空间,这是真学道了,耿无血呆滞地看见蓝小布带着五千城回到大殿中, 他实在是想不通蓝小布怎么能解开五千城身上的禁锁。 他为了将五航牢狱移到这里来,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结果人家抬抬手,就将五航牢狱的禁锁解开了。 这是他最后的底牌,可五语王根本就没有问过他一句话, 舅舅下了五千城,他的底牌成了笑话。 蓝小布也是庆幸自己的阵道在进一步,超越了先阵地的层次。 有的时候很多知识就是一扇窗户指, 当你的禁接到了后,原本复杂的东西就变得简单起来。 五千城身上的禁制虽然强大,对蓝小布来说也就这样。 事实就算是蓝小布没有跨出先阵地行列, 他也可以借助宇宙为魔构建进制为魔。 至于求耿无血,那只能说耿无血想太多了。 蓝小布正准备查看五千城身上的十海封印之时, 五千城忽然动了一下,跟着睁开了眼睛。 在身上禁锁被去掉的同时,五千城就下意识地去掉了给自己的封印。 万不得已的时候,他可以自曝,也不会落在对手手中被松魂。 千城,爱婴儿看见五千城睁开眼睛,激动叫道。 如果可以的话,他宁可要五千城不要这个仙庭王了,这种仙庭王做的有什么意思? 婴儿,就如,五千城茫然地叫了一声,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蓝小布。 价在此刻,爱婴儿说道,是五语王救了我们,五千城彻底醒悟过来,他哈哈一笑,扶着爱婴儿的肩膀站起来,小布兄弟,来帮我的果然是你。 我五千城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结识了你这个朋友。 蓝小布取出一枚戒指递给五千城,笑道,五兄,这应该是你的戒指,我刚从耿无血戒指中找到的。 五千城接过戒指,再次哈哈大笑,他都准备死了,毕竟就算是蓝小布能救他,来这里也要多年时间。 耿无血之所以没有杀他,是因为月灵仙玉的月灵之地而已。 多年过去,就算是蓝小布能获得消息,他也没有命在了。 蓝小布如此快就出现在了月灵仙玉,肯定不是女儿去求助的,应该是因为别的事情路过。 所以说,他五千城能活着,纯粹是运气。 耿无血,我待你不薄吧,庄月仙城的城主一直都是你,而你给我的回报是什么? 勾引外来者,暗算我不说,还谋走我月灵仙玉的天刚正旗。 你这种卑鄙无耻之徒,我五千城算是见识了。 五千城的目光落在躺在地上重伤的耿无血身上,与其充满了鄙视。 千城大帝,我的确是身不由己,耿无血只想着五千城能念在之前的交情份上,给他一个轮回。 我呸,五千城吐了一口吐沫,我五千城算是看透了,好在我还有一个好兄弟,否则我死了也不明目。 环站在一边准备暗算蓝小步的那十多名仙帝都上前向五千城失礼,见过月灵大帝。 五千城的目光从这些人身上扫过,淡淡说道,我不再是什么月灵大帝,以后我也不会做月灵仙玉的仙庭王。 月灵大帝,月灵仙玉不能离开你啊。 如果你不做月灵仙玉的仙庭王,我月灵仙玉何去何从。 一名仙帝后妻男子赶紧攻身,与妻略败交集地说道,五千城眼里露出讥讽,别装了,当初我被耿吴穴围攻的时候,双月仙城有数百万月灵仙玉的修士看着,又有谁站出来帮我说了一句话。 耿吴穴将我进驻,面对千万月灵仙玉的修士审判我。 除了几个我身边的人,又有几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他们忘记了是谁将天刚正旗拿回来的,他们忘记了是谁维护着月灵仙玉数十万年来的稳定。 在那千万月灵仙玉修士其声让我交出仙庭王位置的时候,我已经死心了。 从现在开始,月灵仙玉和我无关,蓝小布听到这话,都有些不敢相信,五千城的为人他还是知道的,并且还带回来了天刚正旗。 这样一个仙庭王,整个双月仙城的人都不支持,这有些不对劲吧。 那名仙帝后期赶紧说道,月灵大帝,这都是误会。 耿吴穴鼓动含气污蔑你,我们心里都是清楚的。 五千城不屑地说道,的确,你们心里清楚。 可是时尚却站在耿吴穴身边,对我暗算,对我动手。 现在我只希望参与了杀我几个弟子的人站出来,参与了杀我月灵仙玉恐护法,印寺掌的人站出来。 十二名仙帝强者面面相去,他们之间至少有六人身遇了杀五千城身边人的事。 百师王又一次站了出来,对五千城一抱拳,千城大帝,我虽然没有参与这些事情,不过我被耿吴穴这狗贼骗了。 所以你说是谁,我帮你揪出来,还有我身炫,身炫剑状赶紧也站了出来,红裤哪里还敢怠慢,跟着就站了出来。 他们虽然只有三人,论起战斗力,完全可以秒杀掉对方的任何三人。 况且对方十二人中,只有六人身遇了围杀五千城身边人的事。 就在此刻,六名仙帝忽然同时出手,另外六名仙帝被他们身边的人暗算,全部当场喷出雪剑,跌落在大殿之中。 虽然他们还可以反抗,不过没有人选择站出来反抗。 不要说吴语王就站在这里,就凭借百师王和申炫,红裤三人,他们的反抗也就是一个笑话。 蓝小布没有动,他早就感受到这十二人中在传音交换信息,应该是没有动手的六人达成了一致,突然暗算其余六人。 最初那名说月灵仙玉不能离开五千城的仙帝再次说道,月灵大帝,我立即就去将寒七带来,这件事全部是寒七引起来的。 第442章前往昆虚海,这名仙帝没有出去,只是发了一道讯息,就有人拎着寒七进来。 蓝小布见到寒七,他竟然认识,这家伙就是代表月灵仙玉购买天刚正旗的。 说实在话,这家伙拿出来的东西并不算多。 蓝小布之所以卖一枚正旗给他,完全是看在五千城的面子上。 寒七看见地上的六名受伤先帝,还有重伤的耿吴穴,再看见蓝小布,他哪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月灵大帝,寒七惶恐不安地叫了一声。 五千城冷冷地看着寒七,寒七,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 你要陷害我,亏得我还以为你受了冤枉,结果你却污我五千城奸杀了你的道律。 你弄回来了一枚天刚正旗,我很感激你。 但你想一下,进入混沌秘境对一个仙王来说多重药。 你获得了多少宝物,现在你和耿吴穴坑赫一气,烦咬我一口,我想这枚天刚正旗早已不在月灵仙玉了吧。 蓝小布隐约明白了过来,寒七对整个月灵仙玉来说,都是恩人,因为他获得了一枚天刚正旗。 这样一个人的道律被五千城奸杀,再加上耿吴穴的推动,显然会引起整个月灵仙玉修饰的反对。 寒七似乎知道自己今天没有命在了,索性谢斯底里地叫道,五千城,我寒七好歹也带回来了天刚正旗,对月灵仙玉也有功劳吧。 但你怎么对我道律的?五千城平静地看着寒七,我怎么对你道律的? 我将你和你道律叫过来,当面赏赐,难道这还做错了不成? 你污蔑我奸杀你道律,你自己心里没有数。 现在还敢来问我,寒七计讽地呵呵一声,是,你高高在上,奖励了我们很多东西。 但雪露问你,平时有些修炼上的问题,可不可以来请教你,你怎么说的? 你说,随时都欢迎过来,这有什么问题吗?五千城皱眉,寒七盯着五千城,没有什么问题,你让我道律随时都可以去请教你,这是什么意思? 蓝小步无语地看着寒七,这种思维可真奇葩啊。 雪露回来后就有些不对劲了,他时时刻刻都想着要去请教你,请教你啊。 呵呵,终于有一天,雪露告诉我,他有些问题不懂,要去找你一趟。 结果他回来后,脸色潮红,气息不稳,我和他在一起生活多年,我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寒七语气越来越激烈,五千城呆滞地看着寒七,好一会才说道,你道律什么时候来请教过我了。 他除了和你一起来找过我一次,从来都没有来找过我。 百师王冷冷一笑,寒七,你道律我还真见到过,不过是在耿心的床上。 阿师姐的姿容比起你的那个雪露来,强了何之百倍,你觉得千城大地会看得上你的那个女人。 耿心为什么要上你的道律,你心里没有点数吗? 人家是你获得天罡正气回来后,才主动接触你道律的。 这是要借助你的人气,拉下千城大地罢了。 寒七一呆,随即喃喃说道,错了,都错了,我错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因为道律被五千城祸害,这才想要报复五千城。 现在听了百师王的话,他才明白自己完全弄错了。 不过蓝小布没有被他面子,冷冷说道,寒七,你道律投在耿心怀里,恐怕你第一天就知道。 你现在这个姿态,怕是想要让千城凶饶你一条狗命吧? 用你道律去陪人,还亲手了结他的小命,只是为了陷害五千城,然后让自己再进一步。 说实在话,你这种卑劣的家伙我已经很少见到了。 寒七脸色有些苍白,他没有辩解,或者是觉得不辩解比辩解更能让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可惜,这里全部是先帝或者是先尊,除了五秀儒之外,就没有比寒七凶为更低的存在。 谁都可以看出寒七在说谎,无非是想要保住一条小命罢了。 主声,阿婴儿抬手就是一道火焰丢过去,寒七被火焰裹住,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即疯狂在火焰中挣扎,却再也无法挣脱出来。 脚步兄弟,我没有地方去了,玉玲仙玉我是不想呆了。 我打算去你的仙玉,你什么时候回去? 五千城对蓝小步说道,蓝小步哈哈一笑,那实在是太好了。 说完蓝小步拿出一枚玉符递给五千城,千城兄,你先去。 玉玲仙玉现在没有天刚正旗,如果有人想和你一起离开,我都欢迎。 我自己还有些事情,打算去一趟昆虚海。 你要去昆虚海,五千城一正,随即就说道,小步兄弟,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去昆虚海。 那里也许有些宝物,不过非常不适合我们修饰过去,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乌宇仙玉现在很空旷,无论多少人过去,也住得下。 蓝小步没有在提昆虚海的事情,那是他个人的事情。 五千城点点头,也没有再问,只是转向耿吴穴,说吧,你将天刚正旗送给谁了。 耿吴穴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他立即说道,我知道想要你饶我一命不大可能,只要你能让我去轮回,我马上告诉你。 不等耿吴穴说话,蓝小步就是一团火焰丢了过去,那你就去死吧。 对一个出卖自己仙玉的人,蓝小步可没有半点要留他轮回的想法。 这种人死一万次都不够,还轮回,小步兄弟,可天刚正旗,见蓝小步问都不问就杀了耿吴穴, 五千城连忙问道,蓝小步摆摆手,天刚正旗无论是谁拿走,亮节的时候也会拿出来的,否则拿去做什么。 所以不用担心天刚正旗的问题,蓝小步都这样说了,五千城也没有再说什么。 对蓝小步来说,天刚正旗全部有他的正文在其中,他手中还有天刚正旗,只要离开月灵仙玉,他就会收回这枚天刚正旗。 除非对方将正旗放在一个和他宇宙为摩类似的世界中或者是放在超过了仙旗的戒指中,否则的话,天刚正旗他就能收回来。 他的法宝,谁弄去都毫无意义。 五千城的事情在月灵仙玉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知道他们被骗,而且月灵仙玉的天刚正旗也被耿吴穴卖出去了。 找耿吴穴麻烦,奈何耿吴穴早已被杀,所以在得知五千城要去吴宇仙玉的时候,数千万人都想要跟着一起离开月灵仙玉。 这还是开始,到了后面,想要离开月灵仙玉前往吴宇仙玉的人是越来越多。 这些蓝小布不知道了,蓝小布带着百石王早已离开了月灵仙玉。 他要去昆虚海,必须要百石王带路。 百石王也很是无奈,他是真不大想现在回昆虚海。 去一次昆虚海至少要百年时间,而且昆虚海实在是太混乱了,哪里有个大仙玉潇洒自在。 他百石王无论去哪一个仙玉,都是贵宾存在。 哦,无语仙界除外八,可惜的是,胳膊强不过大腿,人家无语王只给他两条路,第一带无语王去昆虚海,第二无语王带着他百石王的元神去昆虚海。 所以他只能带着蓝小布前往昆虚海,不仅如此,他一路上还要给蓝小布解释昆虚海的各种规矩。 照你这么说,昆虚海杀人不需要任何理由了。 蓝小布越听脸色越难看,按照百石王的说法,在昆虚海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拳头。 的确是这样,所以昆虚海是一个强者的世界。 百石王看到,他心里却是非常震惊蓝小布的这个飞行法宝。 看起来是一个锅子,可这个锅子的速度是他从未见过的。 按照这个锅子的速度,前往昆虚海甚至连30年都不需要,这还是因为一路上危险太多。 顶级飞行法宝他也不是没有见过,甚至连飞行神器他也见识过,就是没有见过这种锅子。 这个锅子看起来不大像是神器,难道是灵宝? 蓝小布沉默下来,他想着自己的修为才先尊敬界。 如果昆虚海强者太多的话,他是不是要先炼制一些阵盘? 只是他炼器水平有限,哪怕阵法水平很强,也难以炼制出顶级阵盘来。 好一会后,蓝小布才再次问道,耿无血的正骑士被谁拿走了。 百石王说道,就是昆虚海的人,你也见过昆虚海的人,并且和他们动过手。 我见过昆虚海的人,蓝小布疑惑地看着百石王,如果他见过昆虚海的人,哪里会绕道来寻找百石王? 百石王说道,当初昆虚海的人化为路道,在杀了违心仙域的仙庭王和庶民先帝后,追上了你,并且在虚空动手。 百石王心道,如果不是看见你杀了昆虚海的强者,你以为我会如此惧怕你? 原来他们是昆虚海的人,蓝小布心里震撼不已,他想起了那个囚须大汉,那家伙的实力是真强。 好在他的阵道还不错,甚至提前布置了各种虚空困杀仙阵,否则的话,他还真不一定活得下来。 他们在收集天罡阵旗,蓝小布很快就明白过来,他杀了那囚须大汉后得到一枚天罡阵旗,显然是他们抢夺过来的。 刚才百石王也说月灵仙玉的天罡阵旗也被昆虚海的人弄走,显然昆虚海也在收集天罡阵旗。 第443章洛彩斯被带走,这我就不知道了,百石王摇头,他不过是去过昆虚海而已,昆虚海势力繁杂,他哪里知道哪家在收集天罡阵旗。 昆虚海的情况蓝小布都了解得差不多了,他叫百石王去控制轮回锅,他则是准备召回月灵仙玉的天罡阵旗。 天罡阵旗是他找到的,那是准备护驻仙界36给仙玉的,昆虚海是什么东西,也配拿他的阵旗。 天罡阵盘的阵机被蓝小布激发,阵机周围的空间一阵阵波动。 蓝小布立即就捕捉到了阵旗的所在位置,竟然距离他们不算是特别远。 不仅如此,他们距离那阵旗似乎还越来越近。 他轮回锅前往的方向是昆虚海,现在他距离那阵旗越来越近,唯一的可能就是对方也在前往昆虚海的路上,只是速度没有他们快而已。 讲到这里,蓝小布没有继续动手,他拿出了虚空方位阵盘。 这个虚空方位阵盘是从球须大汉手中的弄到的,按照百石王的说法,那球须大汉是昆虚海的人。 既然是昆虚海的人,那这里应该有昆虚海的方位才是。 蓝小布的神念渗透进虚空方位阵盘,想着昆虚海的时候,阵盘上立即就出现了昆虚海的位置。 蓝小布大喜,他真是身有宝山而不自知。 如果早知道虚空方位阵盘上可以显示出昆虚海,他哪里还需要去找什么双月商会? 不过也好,因为他去寻找双月商会,这才救了五千成。 不仅如此,他也获得了昆虚海的一些信息。 之前球须大汉的东西,除了几件极为重要的宝物,其余的都被蓝小布随意丢弃在一边。 对方来自昆虚海,也许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这次蓝小布索性仔细地检查起来,很快他就检查到一块身份玉牌,还有一些昆虚海的杂技。 身份玉牌上记着几个字,目不语,鸾交道,副位。 简然这球须大汉叫目不语,来自昆虚海的鸾交岛,还是鸾交岛上的一个副位。 蓝小布将这身份玉牌收起,将来如果需要的时候,他会一形成目不语。 走出房间蓝小布对百石王说道,你自由了,我打算自己前往昆虚海,现在也无需你带路。 百石王一愣,随即大喜说道,多谢吴语王,那我就告辞了。 为蓝小布带了这么长时间的路,蓝小布放他走,他还要多谢。 实际上来到这个位置后,百石王已经决定再回一趟昆虚海了。 蓝小布的轮回宫速度再快,他也不愿意和蓝小布一起走。 和蓝小布一起走,危险性太高,蓝小布现在放走他,他心里只有高兴。 百石王走后,蓝小布拿出了虚空方位盘定位到昆虚海,这比凭借经验前往昆虚海要方便太多了。 轮回锅的速度激发到最快,只半个月时间,蓝小布就捕捉到到了天刚阵旗所在的地方,那是一艘巨大的虚空仙船。 蓝小布收起轮回锅,一形成一块陨石,在和飞船擦身而过的时候,直接顿入了飞船之中。 虚空仙船的禁止不低,都是九级仙阵。 只是对蓝小布来说,九级仙阵和一级仙阵的区别并不大。 飞船分为三层,每一层都是极为宽广,最底层明显是一些低级修饰生存的地方,先灵气匮乏,住的地方也是狭窄。 二层倒是好些,还有一些商铺,至于三层,那显然是有身份人居住的地方。 不但没有商铺,住的也宽敞无比。 天刚正齐在三层的一名年轻男子身上,蓝小布前到三层的时候,这男子正在观察手中的天刚正齐。 也许是蓝小布的神念让他有了警觉,他第一时间收起天刚正齐目光落在了蓝小布藏身的位置。 只是此刻蓝小布以一形成一方目敦,这青年在蓝小布藏身位置寻找了一番后,没有任何发现,也感觉自己或者是想多了。 这短短时间,足够蓝小布在对方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了。 趋空阵文印记,不要说对方只是一名寻常先帝,就算是再强一些,也无法察觉。 蓝小布来这里主要就是为了留下印记而已,他想要知道,到底是谁要抢夺天刚正齐。 一个时辰后,蓝小布离开了飞船法宝,那天刚正齐他还是没有拿走。 现在拿走天刚正齐,那可能会让对方再次返回仙界。 他就是想要知道,到底是哪一家势力在寻找天刚正齐。 等着天刚正齐到了昆虚海后,他再收回来也不迟。 做完这些,轮回锅再次全速激发,冲向昆虚海。 没有了古道帮忙,蓝小布自己布置了一个控制阵法。 否则的话,轮回锅飞行十多年,他可不能将这时间浪费在控制飞行法宝上。 轮回锅在虚空飞速前进的时候,蓝小布则是进入里面修炼。 他现在身上的修炼资源多如牛毛,可惜的是,没有神灵器这种顶级的修炼资源,极品鲜脉也只能算是凑合。 昆蓬号,在昆虚海也算是比较有名的一艘虚空仙船。 不仅仅因为速度快,船身也非常宽敞,信誉也还行,加上价格能让人接受,所以很多人来往仙界和昆虚海,都喜欢做昆蓬号。 昆蓬号足足有五层,最下方的一层是不住人的,一般是布置仙灵脉的地方。 二、三、五三层是修饰居住的地方,第四层是方式,愿于修饰交换和购物。 哪怕昆蓬号速度快,从仙界返回昆虚海,也需要一百多年时间。 所以,第四层才是昆蓬号最热闹的地方,此时,在四层方式中,人来人往。 有四名男女一边在方式中闲逛,一边闲聊着。 这四人两男两女,四人修为都不算是太高,修为最强的一个也不过是大智仙修为而已,其余的都是大乙仙。 哎,我要是会练丹就好了,我肯定练制一大把智侠丹,到时候我送你们每个人一箩筐。 哦,朱大哥不需要了,他已经是大智仙。 说话的是四人终身材最娇小的一个,他叫梁轩,身材娇小,性格却大大咧咧。 另外一名女子却说道,我能在这里和你们一起闲逛方式,我心里非常满足了,我还不知道我师姐情况如何。 哎,真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不允许发信息,我现在连通讯珠都没有。 财思师妹,你也不用担心,百年时间对我们来说很快。 只要到了昆虚海,你再给你师姐发信息。 昆彭浩经常往返仙界和昆虚海,最多晚来几百年罢了。 梁轩说道,叫彩思的女子沉默下来,他不但想着师姐和师父,他还想着自己好傻,每一个人都可以修仙的吗? 他是多机缘巧合,才能获得一部修仙功法,并且遇见自己的师父。 蓝小布怕是没有自己的这般运气了,哎。 他正是蓝小布要寻找的洛彩思,和蓝小布知道洛彩思已经修仙不同,洛彩思并不清楚蓝小布会如何发展。 拳和仙玉被恋化后,幸好聂香与实力强悍,带着他们逃出了拳和仙玉。 他比较幸运的是,虚空逃亡终遇见了准备前往昆虚海薄命的梁轩、董安寒和朱柯三人。 三人都不是什么狡诈之辈,因为资质都不算高,所以结伴在虚空流浪,有时候也去一些仙玉寻找修炼资源。 经过多年打拼,也都到了大乙仙或者大智仙的境界。 昆虚海非常危险,我们到了后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送命。 说话的是董安寒,董安寒在四人之中心思最细腻,有时候想的也是最多。 不过人没有多大坏心,否则的话也不会和朱柯、梁轩一起流浪拨年。 朱柯点点头,是的,我们不去抢夺那些天才地宝,只要能找到一些适合我们的修资源就好了。 最重要的一点,不去得罪一些强者。 朱柯在四人中,修为最强,大致先后期。 但他为人也是最豪爽,有些古道热情,次人在虚空中,很多事情都是朱柯解决的。 前面又有一间单格,我们去看看吧,过个眼影也是好的。 梁轩打断了朱柯和董安寒的话,在他看来,现在还没有到昆虚海,想那么多做什么。 其余几人还没有回应,一名男子就出现在四人面前,这至少是一个大罗金仙的修士。 四人赶紧让在一边,面对强者,他们都会主动避让。 这也是多年来,几人的生存经验,而且这男子身穿护卫服,显然是昆虹号的官方人员。 这男子却没有离开,目光从四人身上扫过去,当他看见洛采斯后,眼里闪过一丝惊异,按道好有灵性的漂亮女子。 你们中间谁是洛采斯?洛采斯赶紧上来恭敬说道,晚辈洛采斯,见过前辈。 这大罗金仙点点头,洛采斯,你之前违反了仙传的规则,擅自在仙传上发了一道讯息出去。 洛采斯惶恐不安地说道,前辈,我的确是不知道这个规则,我的通讯猪也被收走了。 这大罗金仙一摆手,和我说这些没有用处,你去和我们大人说吧。 前辈,这件事是真的有误会,洛采斯的确是不知道,朱柯赶紧上前恭敬说道,滚,先传办事,你敢插嘴。 这大罗金仙一巴掌拍了出去,直接将朱柯拍出数丈远,撞击在一家店铺门口的护震之上,口里吐出几枚牙齿。 第444章 爷爷我叫不上道,朱柯爬起来还要上前的时候,洛采斯已经被那名大罗金仙带走。 朱大哥,我们怎么办?梁轩惶恐不安地说道,朱柯冷静下来,立即说道,多想无意,我们先回房间想对策。 既然没有心思继续在方式闲逛,回到房间后商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好的办法来。 来硬的,他们修为最强的也不过是大直仙,这里随便一个护卫就可以秒杀他们四个。 找关系,他们住在二层最差的房间中,能找什么关系? 彩思说他师父是一个先帝,梁轩实在是想不到好的办法了。 董安寒摇了摇头,彩思就是被人追杀的,他师父也在被追杀。 不要说现在找不到他师父,就算是找到,那又如何? 说不定会引来强者对付彩思,三人都沉默下来,因为他们都知道,洛采斯完了。 洛采斯被那大罗金仙带走,长得还如此漂亮,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采斯师妹真可怜,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他本来就来自一个凡人星球,为了寻找道理,结果自己落得这个下场,梁轩性格大大咧咧,却极为感性,想到了洛采斯的境遇,忍不住为洛采斯伤感。 采斯是凡人星球来的,那他寻找的道理也是凡人星球吗? 朱柯疑惑地问道,他对洛采斯是有很大好感的,如果大家在一起相处时间长了,他觉得洛采斯是一个值得结为道理的人。 没想到洛采斯却有道理了,他还是来寻找道理的。 梁轩点点头,是的,他道理叫蓝小步。 说心里话,我是不看好那蓝小步的,他和采斯一样乘坐科技飞船进入了浩瀚星空之中。 采斯运气好,进入了虚空裂缝不但没有死掉,反而是因祸得福德,被一名先帝说救。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采斯这种好运气的。 董安涵叹道,好运气什么啊? 听到这话,三人再次沉默下来,明知道朋友有难,偏偏他们连相救的资格都没有,谁心里都难受。 洛采斯被这大罗金仙护卫带走,心里都有些绝望了,他大以先进界,对一个凡人来说,那是站在了最巅峰的存在。 可在这些护卫面前,他连动手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对方将他带到这里来,他就算是能活下来,怕也会被侵犯。 主上,人已经带到了,这大罗金仙来到五层豪华的房间外,恭敬地叫道,带进来吧,懒洋洋的声音传来,同时房间的静置被打开。 这大罗金仙带着洛采斯走进了房间,房间里的软榻上坐着一名身穿藏青仙王袍的青年,这青年长相极丑,高额他比,眼睛还一大一小,嘴唇外翻,看起来就好像刚出生的时候,嘴贴地被人拖着行了一万里。 在这青年旁边,还握着一头仙妖兽,这头仙妖兽很是奇特,说他像是狼吧,偏偏长着两只脚,不仅如此,额头上还带着一些鳞片。 这青年看见洛采斯的那一刻,眼睛一亮,立即对那大罗金仙挥挥手说道,你出去吧。 是,这大罗金仙音了一声,赶紧退了出去,我叫亮姑才,这是你的通讯珠吧,给你。 青年抓起一枚通讯珠递给洛采斯。 他是闲得无聊了,这才将这些被收缴来的通讯珠查看一番。 结果布桥正好看见了洛采斯的通讯珠,其中一道讯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屈飞发来的,屈飞说,你这么漂亮,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这么漂亮,他亮姑才什么漂亮的人没见过,一时起意,让人将这洛采斯带来看看,是不是这么漂亮。 结果发现还真的是这么漂亮,这让亮姑才大喜不已。 多谢前辈,洛采斯赶紧接过通讯珠,借就不用了,你以后就陪在我身边吧。 我两家在昆虚海也不是没有名头的,好歹也是大家之一。 你跟在我后面,不用担心在昆虚海混不下去。 今天我兴致不错,你脱衣服吧,我带你玩一些好玩的。 亮姑才大咧咧地说道,说完后,他先开始解自己的衣服。 洛采斯心里一沉,逃,面对如此一个强者,他能逃到哪里去? 眼前这个亮姑才似乎比师姐区飞还要强,而他师姐区飞都大罗金仙巅峰了。 比师姐强,说明这人可能是一个仙王。 他一个大蚁仙在一个仙王面前,根本就没有半点反抗余地。 就在此刻,船体传来一阵晃动,梁姑才并没有停下脱衣服,嘴里却是大怒道,怎么控制飞船的,竟然可以撞到这么大的陨石。 偏在这个时候,让洛采斯和亮姑才都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我在一边的那条仙妖兽忽然开口说道,大人,仙船撞击到陨石,不如带美人去仙船甲板上观看美景,这样岂不是有情调。 你怎么会说话,梁姑才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头狼腰,在捕获这头狼腰后,他就极为喜欢这头狼腰。 听说这狼腰还带着一丝牙子血脉,算是龙肿,心里就更渴望狼腰可以认主。 可惜这狼腰就是不愿意认主,后来他获得一本仙妖兽认主的手段。 那就是竭尽全力地给仙妖兽提供各种顶级的修炼资源,不仅如此,还要和仙妖兽同吃同睡。 狼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之前一直很混沌,心智不完善,所以也不能体会大人的好处。 不久前我刚刚完善了心智,学会了人话。 心里已是清楚大人对我非常好,这么好的人不跟着,难道我是傻的啊? 之前我一个人在虚空流浪的时候,哪里有这么好的修炼资源? 狼腰站起来后,若采斯才看见这头仙妖兽是被禁止锁住的,还有一条链锁贯穿了仙妖兽的脖子。 好,好,哈哈哈哈,亮姑才哈哈大笑,抓起锁住狼腰的链锁说道,太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亮姑才有一头牙字受宠。 走,我们就去看看虚空中的陨石流。 大人,是哪个王八告诉你迅兽需要同吃同住的啊? 就算是同吃同住,难道锁住我,也能让我归心? 如果不是我完善了心智,知道跟随你是最好的,我说不定都反噬了。 狼腰黑黑一笑,有些不屑的儿说道,梁姑才被巨大的幸福冲击着大脑,她刚刚得到一个越看越喜欢的美女。 不仅如此,又得到了一头仙妖兽宠,如果传回去,她亮姑才在亮家的地位应该要重新定一下了吧? 她为什么会在这种危险的长途仙传上,不就是有人说她亮姑才虽然是敌孙,却没有经历过什么历练,不能担当大任吗? 现在牙字也是她的受宠,谁敢说这个话? 对,对,梁姑才接连说了几个对字,将狼腰的禁止去掉,并且收走了链锁。 她先王后欺实力,根本就不具一头狼腰反噬。 她想的更多的是,拥有会说话的牙字受宠,这要有多了不起。 等等,我要给你起个名字,梁姑才开始沉思,狼腰大声说道,这还不简单,站在甲板上,看着浩瀚虚空,私如泉涌,立即就可以给我起个好名字。 我可是要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要拉风还要帅气。 洛采斯一边愣神地看着这头狼腰,拉风这个词似乎是地球上来的吧? 不过她想到浩瀚宇宙,也许也有这种说法呢? 好,走,采斯,我们一起去甲板看虚空,好玩的事情回来再做,今天我兴致非常非常高。 梁姑才大喜不已,房间禁止打开,门口站着一名护卫,那护卫见量姑才出来,赶紧攻身说道, 主上,刚才仙传一面出现了大量的陨石群,仙传一时间无法避开,这才和陨石群撞在了一起。 没事,我去甲板上看看,梁姑才一挥手,带着狼腰和洛采斯走上了五层甲板。 仙传五层甲板上依然可以看见浩瀚汹涌的陨石流风涌而来,只是轰在了仙传前面的护镇上,纷纷被轰飞。 这是有一个星球破碎了啊,梁姑才说道,大人,我还有一个本事,只要闻闻这陨石的味道,我就知道这星球为什么破碎。 不仅如此,我还能知道这星球上有什么宝物。 狼腰黑黑一笑,自得地说道,梁姑才再次被惊喜杂中,他毫不犹豫地抓出一枚震气激发,下一刻一道裂口出现在他们面前。 梁姑才说道,你等着我,我来抓一枚陨石,你闻闻看。 闻你老木,你爷爷我叫不上道,听明白了没。 就你这狗东西,也配做你道爷的主人,狼腰一脚踹了出去,直接将梁姑才踹出仙传,同时对洛采斯说道,赶紧跟随我一起逃走,否则就晚了。 洛采斯惊喜不已,没有半点犹豫就跟着狼腰冲出了仙传,还有什么比洛在仙传梁姑才手中更坏的了。 不过他一出仙传就急切地叫道,我还有三个朋友在这里,如果我走了,他们,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如果再回去的话,我们都要死。 狼腰卷起一道腰风,带起洛采斯迅速地离开虚空仙传,转瞬消失不见。 第445章重逢古道,给我抓住,梁姑才刚刚说了四个字,一块陨石卷来。 梁姑才赶紧寄出法宝轰在陨石上,只是在他阻拦陨石的这一刻,虚空仙传早已消失无踪。 几天后,疯狂奔逃的狼腰这才停了下来,被他腰风卷住的洛采斯也落在虚空之中,终于有可说话的能力。 多谢前辈相救,洛采斯攻身失礼。 这头妖兽将梁姑才踹出虚空,并且在虚空中顿走的速度如此迅速,可见就算不是七级先妖兽,怕也是距离七级不远。 否则的话,根本就暗算不到梁姑才。洛采斯,你不认识我了吗?狼腰瞪大眼睛无辜地看着洛采斯,心中暗道,亏得我和布爷还在找你,你连我都不认识。 我认识你,洛采斯看着眼前的狼腰,一脸疑惑。狼腰只好说道,我是古道啊,我和布爷还一直在寻找你来着,你都不认识我了,真是,真是,蓝小布惦记着洛采斯是真的,古道还真的没有惦记过。 这家伙最怀念的日子是某北方式的那段。哪个见到他后不叫他一声道爷,去人家酒楼蹭吃蹭喝都不要零食,不仅如此,更是好酒好菜的伺候着。 只是后来到了吴宇仙界后,他被一个垃圾追到虚空中,若不是他古道还有几把刷子,早就被人扒皮炖汤了。 这个场子一定要找回来,就算是他找不回来,也要请布爷帮他找回来。 古道,洛采斯疑惑地看着古道,但下一刻他就醒悟过来,激动不已地颤声说道,古道,你是秦陵古道。 和泰川一起的古道,见洛采斯总算是认出自己了,古道大喜,连忙说道,对,我就是秦陵古道,泰川还好吧。 你说的布爷是蓝小布吗?蓝小布没事,他还活着,洛采斯愈发激动起来,离开地球这么多年,没有什么消息比这样消息更让他惊喜的了。 古道歉了一声,布爷怎么可能有事?布爷不但是某北大仙城的城主,还是大荒仙门的开创者,在吴宇仙界布爷说一,谁敢说二。 洛采斯急切地说道,蓝小布在吴宇仙界吗?当然,当年我和布爷一起去吴宇仙界开创了一个大时代,洛采斯打断了古道的话,快,你带我去吴宇仙界。 古道一下就粘了下来,我迷路了,不要说吴宇仙界,我在虚空之中这么多年,就从未见到过正经的陆地,最多的也只是在一些无人的残破星球生存罢了。 越听古道叙述,洛采斯的心就越冰凉。古道是被人追杀逃出吴宇仙界的,逃出吴宇仙界后,古道激发了本命神通,速度越来越快。 就这样,古道也是花费了一年多时间,这才将追杀他的人丢掉。 这个时候古道也被困在了虚空之中,根本就找不到回去的路。 不仅如此,古道越走越远,最后远离了吴宇仙界。 有一次,古道在一个残破星球找到了一条残脉。 借助这条残脉,古道修为是一日千里,本来是想要修炼到一定的地步后,在寻找吴宇仙界。 让古道没有想到的是,他还在闭关的时候,被人瓮中捉鳖擒注。 那个时候,古道已是六级仙妖兽了。 擒注古道的就是亮姑才和他的几个打手,亮姑才看中了古道,想要让古道做他的受宠。 所以才想尽一切办法给古道各种各样的修炼资源,古道天资非常高,很快就修炼到六级仙妖兽的圆满。 只是亮姑才一直锁住他,让他没有自由。 为了不让亮姑才看出底细,也为了不让亮姑才逼问,古道这才装萌作哑。 直到洛彩斯出现,古道认出了洛彩斯后,才想办法骗亮姑才打开仙传尽致,带着洛彩斯逃出仙传。 原来是这样,洛彩斯喃喃自语了一句,随即问道,古道,我们现在应该去哪里? 我和布爷在一起的时候,去哪里都是布爷凡神,现在和你在一起,自然是你做主。 不过在这之前,我需要杜劫了,我马上就要跨入七级仙妖兽行列。 等我杜劫跨入七级仙妖兽后,我们的生存能力会更强一些。 梁姑才这种垃圾,我一爪拍死一大把。 古道大咧咧地说道,好,那你先杜劫。 杜劫完毕后,我们寻找五行宇宙的路。 洛彩斯立即说道,他心里很是惭愧,泰川和古道都是他带走的,古道留给了蓝小布,泰川他自己养着。 古道都成长到这重地步了,泰川现在恐怕寿源都到了吧。 所以刚才古道询问泰川,他回答都不敢回答,古道跟在蓝小布后面时间长了,什么事情一旦决定,马上就做。 只是半住香时间不到,虚空中的闪雷就落了下来。 洛彩斯没想到古道现在就杜劫,他赶紧退后,同时将自己戒指中仅有的一些仙金全部拿出来给古道杜劫。 只是古道的修炼功法显然非同一般,他的那些许仙金一拿出来,就全部化为仙灵器被古道卷走,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洛彩斯大吉,他也算是出身名门,知道杜劫的时候仙灵器不足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可他本来就穷,哪里有更多的仙金得古道杜劫。 洛彩斯很快就没有想下去,他甚至有些傻眼。 他感受到虚空中的仙灵器在古道杜劫的时候全部蜂拥而至,瞬间形成了一个漩涡。 而一波波雷劫糊轰在古道身上,古道的气势反而在不断攀升。 洛彩斯愣愣地看着古道,这是什么品种? 丘炼的又是什么可怕的功法? 还在浩瀚虚空中急持的轮回锅却被一块巨大的陨石轰个正着,轮回锅将陨石轰得粉碎。 轮回锅里面的蓝小布却被这震动惊醒,他的轮回锅是布置了阵法的,这是可以自动控制飞行的阵法,怎么会撞击在陨石上? 蓝小布停止了修炼,一步跨出了修炼的房间。 然后他神念之下,又有一块巨大的陨石轰来。 轮回锅外蓝小布布置的阵法显然起了作用,轮回锅迅速地转向,让蓝小布大怒的是,那陨石也同样迅速转向。 不仅如此,周围又有十数块巨大的陨石轰然而至,几乎封住了轮回锅的任何去路。 轰,轮回锅再次被陨石轰中,这明显是有人要阻拦轮回锅, 借助陨石正想要拦截住轮回锅。 蓝小布索性停下了轮回锅,站在了轮回锅的之上。 朋友可是要去昆虚海,一名男子远远对蓝小布抱拳问道, 这是一名仙王,修为应该在仙王中期左右。 在这仙王身边,还有几名男女,都是在仙王境界。 这些人全部站在一块巨大的虚空平台上,这虚空平台是用仙阵构建起来的。 蓝小布有些疑惑,这几个仙王能布置出来这种大阵。 不错,我正是要去昆虚海,只是被这里的陨石大阵拦住,不知道这大阵是谁布置的。 蓝小布抱拳说道,那仙王继续说道,这里是进入昆虚海的陨石大阵,是一个天然大阵。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等十年,陨石大阵会自动关闭,然后才可以通过这陨石大阵。 若是强行过去的话,无论是任何法宝,也会被轰成碎渣。 进入昆虚海还有陨石大阵,蓝小布心里疑惑不已,如果有这种大阵,百石王应该会告诉他吧? 百石王并没有告诉他啊,这家伙看样子是缺少收拾,居然给他埋下了这么大的一个炸弹。 如果百石王知道蓝小布的想法,他可真是冤枉死了。 百石王根本就没有想到陨石大阵,就算是想到了,他也没想到蓝小布十年不到就能到达陨石大阵的位置。 后来知道蓝小布轮回锅速度快的时候,蓝小布已不需要他带路了。 在离开轮回锅的时候,百石王急着远顿,也没有想起这件事。 见蓝小布还没有反应过来,这名仙王忽然传音给蓝小布,朋友赶紧走吧。 蓝小布疑惑,为什么要赶紧走? 他正想询问的时候,两道人影就出现在那传音仙王的不远处,同时对蓝小布大声叫道,道友赶紧过来,否则下一波陨石就要来了,留在那里很危险。 蓝小布已感受到下一波危险即将到来,他赶紧收起轮回锅,落在了虚空平台上。 朋友刚才的法宝不错啊,连隐石大阵的隐石都可以撞击碎。 一个淡淡的声音在蓝小布身边响起,这声音正是刚才叫蓝小布赶紧过来的男子。 只是短短时间,他的语气就从热情变成了淡漠。 蓝小布看着几名转身就走的仙王,恍然明白过来。 之前几名打招呼的仙王对他是好心,是要告诉他这个隐石大阵是闯不过去的,如果硬闯必定会陨落。 然后转音告诉他,让他快点走,是因为发现他的飞行法宝可以撞碎陨石。 这种顶级的飞行法宝,一旦落在有心人的眼里,岂能保住。 后来的两人让他赶紧来虚空平台,是担心他被陨石卷走。 当然,主要是担心他的飞行法宝会被陨石卷走。 应该是基于他的法宝了,当然,我的法宝还可以。 蓝小布淡淡说道,第446章先说里,后动手,我们岛主最为好客,在陨石大阵激发的这段时间,每一个前往昆虚海的人都会去昆浅岛。 道由远道而来,也被困在这里,索性去昆浅岛吧。 这人再次说道,蓝小布还没来得及回答,一艘虚空仙船就冲了过来。 很显然,这仙船知道陨石仙镇的情况,直接转弯停在了虚空广场外面的码头上。 赤坤彭浩,亮家主导的,另外一名一直没有说话的修士低声说了一句。 蓝小布也是打亮这艘虚空仙船,比他之前见到的那个三层虚空仙船,这艘虚空仙船更庞大一些,足足有五层。 仙船停靠在了虚空码头后,仙船禁止打开。 蓝小布看见仙船二层甲板上的情况后,微微皱眉,这甲板上盯着三名修士,两男一女。 这三名修士还未弃绝,应该是对方不想让三人死掉,这才让他们钉在甲板的一根具杆上遭受折磨。 这和当初他在双岳仙城看见的爱婴儿差不多,只是这三人修为差一些,气息更弱。 家岛主可在,仙船伸出一条十数丈长的正法通道,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刚走下来就问了一句。 之前要蓝小布去昆前岛做客的男子赶紧攻身失礼,继琳见过两前辈。 另外一人也赶紧上前说道,蒲凯见过两前辈。 这身材高大的男子点点头,忽然将目光落在一边的蓝小布身上。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在他来了后,还有人站在这里无动于衷的。 就算是不认识他亮长虚,难道连昆前岛的两名小职士也不认识? 继琳和蒲凯都没有说话,他们知道亮家人的暴脾气,只要亮长虚发飙,他们立即就将蓝小布抓走。 这不但拿走了蓝小布身上的东西,还卖了个人情给昆虚海亮家。 让两人没有想到的是,亮长虚只是扫了一眼蓝小布后,并没有发作,而是看着继琳和蒲凯说道, 昆蓬号因为有急事,所以无法等候十年之期,必须要现在跨过陨石仙镇,进入昆虚海范围。 还请两位带我去见一下家岛主。 这种事情只有岛主才可以办到,陨石大阵也可以提前跨过,蓝小布可不想在这里停留十年时间,他立即说道,我也想要拜访一下家岛主。 哈哈哈哈,一声大笑传来,可是长虚胸亲铃。 随着声音,一名身材修长长相俊朗的男子走了过来。 蓝小布不需要用神念,只要看一下对方的气势,就猜到这是一名不逊色欲半神的强者,气息比起亮长虚的先帝巅峰要强了很多。 家兄,梁长虚也是上前抱拳问候,多年不见,家岛主实力在近一层,可喜可贺。 季灵和蒲凯姬讽讽地扫了一眼蓝小布,在他们看来,蓝小布修为绝对不到先帝。 一个不到先帝的家伙,也想要拜访一下家岛主,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 长虚胸过奖了,好不容易来一趟,走,先去我的地方喝几重。 家岛主非常热情,梁长虚叹了口气,家兄,我的昆蓬号出了一点事情,所以必须要尽快回到昆虚海去。 正因为如此,我才加速过来,否则的话,十年后我才能到这里。 这样啊,家岛主有些为难的沉思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个传音, 岛主,那年轻人身上有一件顶级法宝,那个法宝外观如一口锅子, 但这锅子非同一般,可以直接撞碎陨石还安然无恙。 我亲眼在监控大坪中看见,他的那口锅子两次撞碎了陨石。 家岛主一惊,他比谁都清楚陨石大阵激发后,这里的陨石力量有多可怕。 群长的法宝不要说撞碎陨石,能在陨石撞击之下还不毁掉的,就非常少了。 只有极少数极品飞行仙器才能在陨石撞击下勉强保住, 不过也要及时来到虚空码头停靠,否则的话第二波陨石过来,一样会被轰得粉碎。 超越了极品飞行仙器,那只有可能是飞行神器。 家岛主的一颗心热络起来,他立即说道,虽然这消耗比较大, 不过谁让长须兄亲自开口了呢? 我拼着再多损失,也要为长须兄打开陨石大阵。 如果真的是飞行神器,那还是赶紧让亮长须滚蛋, 只有亮长须滚蛋了,他才能先打听蓝小布的来历, 然后慢慢地逼问飞行神器的事情。 听到家岛主的话,亮长须心情大好, 一抱拳说道,如此就多谢家岛主了, 岛主放心,一切损失都在我亮长须身上。 哈哈,长须兄客气,我这就来不至。 家岛主哈哈一笑,却没有提不要报仇的事情, 这种事情如果不要报仇,他这个昆钱倒开着做什么? 蓝小布及时抱拳说道,家岛主,我也有些急事, 希望能提前穿过陨石大阵,需要多少资源, 还请家岛主说一下。 蓝小布现在身上的修炼资源实在是多不胜数, 仙灵脉和仙经之内,那都是用山脉形容, 而不是一条条的。 家岛主看着蓝小布皱眉说道, 抱歉,只能有一个人破例,长须兄先来, 所以只好让长须兄过去。 道友也不用着急,最多只有七年时间, 陨石大阵就会关闭。 道友可以在我昆钱倒住几年, 这里仙灵气浓郁,什么东西都有,倒是不必担心。 我更先来,蓝小布淡淡说道, 这是我的地盘,你或者先来, 但长须兄先说的。 家岛主雨气冷漠下来, 如果不是为了打听一下蓝小布的来历, 他现在就动手拿下蓝小布了。 实在是这个地方强者太多,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惹到一个可以将他昆钱倒掀翻的主。 正因为如此,他才隐忍到现在, 蓝小布没有理睬家岛主, 他一向是先说道理, 说不通的时候在动手。 这位朋友, 我想要乘坐你的虚空先传过一下陨石大阵。 当然, 我会付出一些酬劳。 蓝小布对亮长须一抱拳说道, 微等亮长须说话, 家岛主就冷笑道,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坐长须兄的仙传。 他岂能让蓝小布这样离开, 蓝小布离开了, 他找谁去弄神器飞行法宝。 蓝小布心里冷笑, 他岂能不知道这家岛主心里想的是什么。 不过现在他急着要去昆须海, 懒得和这个家伙计较。 等他回来后, 再慢慢算账, 梁长须一听家岛主的话, 哪里还不知道家云空不想让蓝小布现在离开昆钱岛。 无论家云空是什么意思, 他都不介意帮一把。 再说了, 就算是家云空不说刚才的话, 坤鹏号也不是什么人想上就上的。 年轻人, 想上我坤鹏号可不简单, 看见我坤鹏号上面挂着的三人了吗? 他们也是中途上的我坤鹏号, 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叫洛彩斯的没有遵守我坤鹏号上的规定, 所以连带他们几个, 不等亮长须将话说完, 蓝小布脸色就变了, 他哪里还会留在这里和亮长须废话? 身形一闪, 已是冲上了坤鹏号。 下一刻, 坤鹏号上所有的禁制都被蓝小布的神念词穿, 一道道神魂刺下去, 加上蓝小布的正文水平, 任何禁制也挡不住蓝小布的这种手段。 没有看见洛彩斯, 洛彩斯遭遇毒手了。 蓝小布一挥手, 背吊起来的三人落在了甲板上。 在蓝小布三枚丹药送入这三人口中的时候, 亮长须也冲到了蓝小布的身边, 他脸色冰寒, 有种赶墙灯我坤鹏号先传。 不仅如此, 还强行放人, 亮长须的话语突然顿住, 他感觉先传从一层到五层的禁制全部被人用神念强行撕开。 就连他的私人洞服也不例外, 那是八级先进啊。 很显然是眼前这个年轻人做的, 这种手段。 亮长须打了个机灵, 他也做不到这样, 这是什么实力? 同一时间, 家导主也冲上了仙船, 和亮长须一起站在了蓝小布对面。 蓝小布一边布置着各种困杀阵文, 对付眼前这两个人, 他根本就无需布置超越先阵的阵文, 只要布置九级虚空阵文就可以了。 以他现在的神念强度和阵道水平, 布置九级虚空阵文, 真的不需要多少时间。 强行登船嘛, 如果落彩丝少了一根头发, 你昆彤号也别想存在了。 蓝小布讥讽地说道, 尽管他的虚空先阵还没有激发, 可亮长须却感受到了一丝良意。 本岛主见过嚣张的, 你这种嚣张的年轻人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我昆前岛的地盘, 敢对我昆前岛的客人如此无礼, 就让我看看你有几斤几两。 家岛主上船后, 哈哈一笑, 跨前一步伸手就抓向了蓝小布。 他必须要将蓝小布带走, 否则的话, 蓝小布落在亮长须手中待如何。 不过他动手后, 发现亮长须眼里全是惊骇, 却并没有跟着动手, 心里就是一尘, 怎么回事。 他不知道亮长须心里的震撼, 说实在话, 如果不是亮姑才失踪, 他甚至都不知道洛彩丝的名字。 刚才提一句, 只是为了帮家云空说一句话而已。 可他怎么感觉, 自己惹到了不该惹的存在? 梁长须努力地将这个可笑的念头抛开, 可以想到先传的禁止全部破碎, 他就无法抛开。 第447章惹了狠人, 家云空能在昆前岛当岛主, 并且在这里生存这么多年, 自然不是白痴。 梁长须不动手也就罢了, 还如此惊骇, 没有问题才是怪事。 不仅如此, 他还看见了蓝小布眼里的不屑。 所以他的手印在距蓝小布还有一段的时候, 突兀停住。 咦, 年轻人, 怎么不还手? 我家云空可没有习惯欺负不还手的人。 家云空给自己强行找了一个台阶, 梁长须醒悟过来, 他立即就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 刚才的迟疑和震撼让家云空有了忌惮, 但家云空这种老狐狸一旦有了忌惮, 就绝对不会和他联手。 讲到这里, 梁长须立即祭出法宝, 冷哼一声说道, 我梁家在昆须海什么没有见过。 敢在我梁家先传闹事, 你还不够格。 就算是他在说, 家云空已退后了一步, 显然不再打算动手。 蓝小布没有理睬梁长须, 而是冷冷地盯着家云空, 滚一边去,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的昆前岛从这一方虚空除名。 家云空脸色一变, 心里除了屈辱之外, 更多的是忌惮。 按理说他都没有动手了, 对方应该沿着他给出的台阶也退一步才是。 至少不要现在冲突起来, 可对方哪里有半点在意他的意思。 越是这样, 家云空越忌惮, 如果最后证明蓝小布是虚张声势, 他会让蓝小布后悔还活着。 但现在他宁可受一些屈辱, 也不想动手了, 实在是对方底气太强。 家云空的变化量长须看在眼里, 他哪里还敢耽搁片刻, 手中星空枪卷起一片枪芒, 轰向了蓝小布。 将到神通卷起, 这一刻, 犹如无穷星球随着强势砸了下来。 只要他能压制住蓝小布, 家云空必定会趁机出手。 无论蓝小布来历有多大, 现在他不过是一个先帝都不到的蝼蚁。 蓝小布是先帝巅峰, 蓝小布不久前才在虚空之中跨入仙尊九层, 和蓝长须相差一个大的数量级。 如果是在平时, 蓝小布绝对不会借助虚空困杀仙阵对付蓝长须, 他想要试试自己的真实实力和蓝长须这种先帝巅峰到底相差多远。 蓝长须这种星球神通, 他一样要看看有多厉害。 但现在,蓝小布恨不得立即就捏住蓝长须的脖子逼问他落彩斯在哪, 岂有心情去试探自己的实力和先帝巅峰相差多远。 所以在蓝长须枪式神通轰出的同时, 蓝小布就激发了九级困杀仙阵。 蓝长须就感觉到自己所在的空间规则模糊起来, 他的枪翼神通也变得不再清晰。 一颗颗被他卷起来的星球也在虚化, 似乎要化为一个个泡沫一般。 不仅如此, 他甚至感受到自己所在的空间出现了错位和空洞。 不对, 这是空间困杀仙阵, 不可能啊, 这虚空仙船是他的地盘, 怎么可能出现空间错位? 再说了, 周围也没有什么空间大阵, 蓝长须念头闪了一半就明白过来, 这里之前的确是没有什么空间大阵, 蓝小布来了后就有了。 他都没有觉察到的空间大阵, 必然是虚空阵文布置的, 如此短短时间就布置了虚空仙阵, 能让他受到影响的, 至少18级巅峰甚至19级仙阵。 一想明白这个, 蓝长须背后冷汗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宁惹阎王, 莫惹阵王, 这是每一个修炼者必然要知道的一条, 而今天他不但惹了阵道强者, 还惹了一个虚空阵道强者。 难怪对方可以轻松撕裂虚空仙船上的一切尽致, 难怪对方对他这个先帝甚至对昆虚海量家都毫不在意, 原来是如此一个可怕的存在。 赶紧退走再说, 亮长须哪里还顾得上对付蓝小布, 手中的长枪一卷, 神通化为枪木护柱, 同时身形暴退。 哪怕因此被蓝小布重创, 他也在所不惜, 先退出这个困杀仙阵再说。 只是他刚刚退后一步, 心里就开始后悔, 他忽略了这是虚空大阵, 如果是寻常阵法, 他退就退了, 因为寻常的大阵有迹可寻, 他有六成以上的机会可以冲了出去。 可这是虚空阵法, 他半点都不懂, 一旦退后就等于失去了先机。 如此, 他还不如不退, 果然亮长须刚刚退后一步, 一道杀意就从虚空轰向了他的眉心。 梁长须肯定这一道杀意是虚实, 他一咬牙硬着头皮没有去躲避这一道杀意, 反而是坚持血冲。 扑, 一道雪光炸裂, 腰际剧烈的疼痛传来, 下一刻亮长须就感觉到自己的先缘被封印住, 一身胸围迅速下降。 他叹了口气, 停止了挣扎, 他判断对了, 轰向他眉心的那一道杀意是虚的, 可就算如此又能如何。 因为他不懂虚空先阵, 他被虚空先阵困杀住, 然后人家轰破了他护体领域, 锁住了他的丹田。 家云空呆滞地看着眼前打斗的两人, 他没有渗透出神念, 不过他可以清晰地看见, 两人打斗的空间出现了一阵模糊, 随即空间不断波动, 然后他就看见了亮长须浑身是血, 缠微微地站在一边, 手中的长枪早已跌落在地。 至于他说的那个年轻人, 却面无表情地盯着亮长须。 很显然, 这个年轻人赢了, 而且赢得干净利落。 家云空背后一样出现了一道道冷汗, 就算是他对付亮长须, 也没有如此简单。 可见如果刚才他那一爪没有收回来, 现在滴血站在一边的不是亮长须, 而是他家云空。 家云空退后了几步, 警惕地盯着蓝小步。 他看出来了, 不是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实力真的可以碾压亮长须, 而是对方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虚空阵法。 精通虚空阵法的人绝对是少之又少, 每一个都是惊天动地的存在。 他家云空居然惹到了这样一个人, 简直是找死啊。 他忽然很想一巴掌拍死纪林和蒲凯, 若不是这两人, 他哪里需要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尽管家云空很想现在就离开仙船, 不过他却不敢, 他担心惹怒眼前这个年轻人。 而且他也不敢肯定, 对方是不是在下船的位置也布置了虚空困杀仙阵。 若是他离开, 正好跨入对方的虚空困杀仙阵, 那可就真的是找死了。 朋友, 我没有动过洛彩丝, 我保证我说的话是真的。 梁长虚嘴角一出血迹, 却诚恳地对蓝小布说道, 仙船所有的屏蔽禁置都被蓝小布破去, 这一刻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神念扫到仙船二层甲板上的情况。 一个年轻人轻松就将这仙船最强的亮长虚置住, 此刻哪怕是亮长虚身边的人, 也不敢出来废话。 蓝小布的目光落在了被他救下的三人身上, 他拿出的可是喜玉子金丹, 三人的伤势已康复了一大半, 都是站了起来。 尽管刚才发生的事情过程很短暂, 三人都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洛彩丝的朋友来了, 因为洛彩丝的事情, 连亮长虚也被教训, 并且还处于被制住的状态。 现在蓝小布看向他们, 三人赶紧上前失礼, 朱柯、董安涵、梁轩, 见过前辈, 多谢前辈相救之恩。 蓝小布尽量放缓自己的语气, 几位可知道洛彩丝。 知道, 彩丝是和我们一起来这仙船上的, 之前彩丝赛逃难, 认识我们后, 就和我们一起准备去昆虚海碰碰运气。 梁轩赶紧说道, 机人在准备前往昆虚海的时候, 早已想到了可能会陨落。 所以无论是被吊起来, 还是被蓝小布所救, 都还算是冷静。 我叫蓝小布, 可以和我说一下出了什么事情吗? 蓝小布问道, 前辈您就是蓝小布, 梁轩惊喜叫道, 蓝小布这个名字他知道啊, 洛彩丝告诉过他。 你知道我, 蓝小布立即问道, 梁轩蒙点头, 是的, 彩丝是妹告诉过我, 说你是他的道旅。 梁长虚心里一沉, 他没有想到洛彩丝还有如此可怕的道旅, 这对亮家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这一刻, 他忽然恨极亮姑才, 如果不是这个畜生, 亮家如何能惹上这种麻烦? 蓝小布一呆, 随即喃喃自语道, 对, 他是我的道旅。 尽管猜到了蓝小布就是洛彩丝的道旅, 可在蓝小布自己说出来后, 梁轩等人还是震惊不已。 不是说蓝小布只是一个凡人心求出来的吗? 洛彩丝的机遇已如神话一般了, 就算这样, 洛彩丝也不过是一个大乙仙而已。 现在这个蓝小布轻松碾压量长虚, 这绝对是先帝强者啊。 因为蓝小布陷入了沉思, 二层甲板上短暂的安静下来。 考一会蓝小布回国神来, 赶紧问道, 梁轩师妹, 请问一下, 彩丝在哪里? 梁轩没有半点隐瞒, 就将洛彩丝被亮姑才带走的消息说了出来。 蓝小布的目光落在了亮长虚身上, 他在这里并没有看见洛彩丝。 梁长虚赶紧说道, 蓝道友, 我们虚空先船在飞行的时候, 遇见过一次废弃星球炸裂, 所以出现了大量的陨石流。 当时亮姑才带着洛彩丝应该是想要去看陨石流, 亮姑才没有想到陨石流的可怕, 所以打开了先船禁制。 却不想, 两人都被虚空陨石流卷入了虚空之中。 因为五层是没有监控阵法的, 亮长虚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但他可不敢说出自己的判断。 在他想来, 这可能是洛彩丝用剂让亮姑才开的禁制, 禁制打开后, 洛彩丝借机逃走, 然后亮姑才去追。 第448章记神谷我熟悉, 马上给亮姑才发讯息, 询问他在何处。 蓝小布盯着亮长虚, 语气中带着杀意。 梁长虚赶紧说道, 我已经发了数次讯息, 现在为止他还没有任何消息, 我猜测他的通讯珠应该出了问题。 按照我的推测, 他会独自返回昆虚海。 他怎么返回昆虚海? 蓝小布心里焦急不已, 奈何他有利没处使, 根本不知道亮姑才在什么地方, 又能如何。 梁长虚小心地回答道, 亮姑才是我亮家家主亮莲锋的嫡孙, 表面上亮莲锋对他不怎么关心, 甚至不闻不问, 事实上亮姑才是我们家主唯一选定的继承人。 对他不闻不问, 只是为了让他尽快地成长起来, 学会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而已。 所以亮姑才身上有几件重宝, 其中一件是几乎超越了极品飞行仙器的飞行法宝, 只要有这件飞行法宝在,亮姑才就可以独自回到昆虚海。 梁道友,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前往昆虚海一路极为危险, 中途还有虚空找泥河, 虚空受群躯。 除了你这种虚空仙船外, 一般的飞行法宝可真过不去。 家云空赶紧说道, 只要不是傻的, 都知道家云空这话不是在辩驳亮长虚, 而是为了讨好蓝小布。 梁长虚心里冷哼, 这家云空果然是墙头草, 谁墙就靠谁。 虽然心里不爽家云空, 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家云空的问题, 家导主有所不知, 虚空找泥河只要速度足够快, 再加上一些阵法辅助, 就不会陷进去。 梁姑才的飞行法宝速度比我这虚空仙船还要快一些, 又有顶级的阵法控制, 自然不会陷落下去。 至于虚空寿群区, 我两家行走在这条路上有数十万年了, 自然知道如何行走最安全。 退一步说, 就算是遇见了虚空寿群区, 那又如何? 飞行法宝快的话, 寿群也是追不上的。 梁姑才的法宝从出世的地方到昆虚海, 说不定连70年都不需要。 这种速度, 有什么虚空寿可以追上, 将那抓走采斯的指示带到这里来。 蓝小布知道这个时候急也是没有用的, 只能继续前往昆虚海。 是, 梁长虚没有半点迟疑, 一道讯息发出去, 只是片刻时间, 一名大罗金仙直是就恭敬地来到了几人面前。 是你抓走洛采斯的, 蓝小布的目光落在这大罗金仙身上, 这大罗金仙早已看见了外面的一切, 此刻他连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前辈, 是, 是梁姑才让我去抓的, 他已经打算好了, 有机会一定要逃走, 绝对不能留在梁家。 可惜的是, 他显然没有了逃走机会, 蓝小布听到这话后, 跟着一团火焰就丢在了这家伙身上, 下一刻这家伙浑身被火焰裹住, 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梁长虚浑身冰凉, 却一句废话都不敢说。 蓝小布再次看着梁长虚说道, 你这艘仙船已最快的速度飞行, 到昆虚海量加, 需要多久。 梁长虚不敢隐瞒, 大概也在70年左右, 不过如果一直全速飞行的话, 这艘仙船容易出问题, 还有就是需要的仙人太多。 蓝小布冷冷地说道, 我现在就跟随你的仙船去量加, 将你仙船的速度激发到最大, 同时一路上寻找亮光彩的下落。 做得好, 我可以考虑饶你一条狗命, 如果让我不满意, 我会灼烧你魂魄九万年。 梁长虚打了个冷战, 刚才那名小小的大罗金仙直士 就是被蓝小布灼烧魂魄而亡。 只是短短时间, 那大罗金仙直士就凄厉无比。 如果灼烧九万年, 他不敢相信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蓝小布也很是无奈, 虽然他的轮回郭最多只要十多年就可以到昆虚海了, 可他必须要一路上寻找亮光彩的消息。 他坐着搜仙船, 只希望亮光彩可以在中途和亮长虚联系上。 做完这些, 蓝小布看向朱柯三人说道, 多谢你们一路上对彩思的照顾, 你们现在如果继续去昆虚海的话, 倒是可以和我同路。 如果不去昆虚海的话, 可以去我生活的地方, 我住在吴宇仙界。 你到了吴宇仙界后, 能加入大荒仙门, 也可寻找吴宇仙庭的人帮忙安顿, 只要拿着我的御符告诉他们是我蓝小布推荐的就好了。 朱柯三人此刻自然知道蓝小布的实力和能量, 梁轩和董安寒都看着朱柯。 一直以来, 有什么重大的决定, 都是朱柯来做。 朱柯赶紧上前说道, 多谢蓝前辈, 我们决定不去昆虚海了。 我们也没有地方可去, 就厚着脸去前辈所在的仙玉柱下。 他早已想清楚, 这还没有到昆虚海, 只是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石, 他们就被迁怒, 如果不是蓝小布来相救, 他们哪里还有命在? 听蓝小布的话, 如果能加入一个仙门, 那比他们在虚空流浪抢了一千倍都不止, 更是比骑昆虚海要好。 蓝小布拿出三枚戒指递给三人, 这是些微的修炼资源, 也算是你们对彩思照顾的感谢。 前辈, 我们不能要, 彩思师妹和我们一起在虚空流浪, 互相帮忙, 我们也没有照顾他什么。 朱柯连忙推辞, 蓝小布一摆手,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对你们还是有些微帮助的。 说完还是将东西递给了朱柯三人, 三人赶紧感谢。 梁轩接过东西犹豫了一下, 很快就神情坚定地说道, 前辈,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你说吧, 蓝小布说道, 梁轩看了一眼旁边的亮长虚和家云空, 蓝小布知道他的意思, 一摆手, 尽管说, 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你说话。 如果你说出来别人不能听的话, 我会帮你灭掉。 梁长虚还好, 家云空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 他宁可梁轩不要说, 他是真不想听啊。 是, 梁轩见自己提示了蓝小布依然让他直接说, 他大着胆子说道, 彩思私下偷偷和我说过一件事, 那就是他之所以逃亡, 是因为他们仙玉被人炼化了, 炼化他们仙玉的人还在追杀他。 我们一直在虚空流浪, 也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隐秘。 喜欢炼化仙玉, 也有实力炼化仙玉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就是寄神谷。 听到寄神谷这三个字, 亮长须和家云空都是心里暗惊, 惹到了寄神谷, 就算眼前这个蓝小布阵倒再厉害, 他也是被追杀致死的份。 梁长须更是暗想, 能不能和寄神谷联系上, 至少让亮家有一个元首。 不过随即他就心里暗叹, 寄神谷是什么地方, 惹一个蓝小布还需要和他亮家联手。 他亮家在昆虚海连六大势力都没有排上, 人家寄神谷岂能看中。 前辈, 如果是寄神谷的人做的, 那可就真的危险了。 寄神谷的强者多如云, 随便一个出来甚至可以灭掉一个仙玉, 前辈一定要小心一些。 梁轩说完后输了口气, 在他眼里, 诺彩思的道理蓝前辈非同一般。 一定要让他先知道寄神谷的事情, 否则到时候措手不及。 家云空忽然抱拳说道, 蓝道友, 寄神谷我倒是熟悉, 我和他们寄神谷的一名长老关系 还算是不错。 如果误会不深的话, 我倒是可以说何说何。 他现在是努力要修复和蓝小步之间的关系, 和寄神谷的长老关系不错。 那只是他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 寄神谷的人眼睛都是在额头上, 能看得上他这样一个岛主。 再说了, 他家云空连寄神谷的门开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他敢说这句话, 只是有一年一名寄神谷的长老路过昆前岛而已。 不过只要蓝小步接受了, 那就暂时不会动他, 别的事情慢慢再说。 不接受也没有关系, 知道他认识寄神谷的长老, 对他总要忌惮一些吧。 蓝小步目光猛猛地落在家云空身上, 家云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股寒意, 他甚至忍不住寄出法宝。 浩强, 这种杀气, 家云空还在忌惮的时候, 蓝小步的声音传了过来, 在来昆虚海之前, 我刚刚灭掉寄神谷。 寄神谷的先帝被我杀个精光, 你说你和寄神谷关系很不错。 空间死一般的沉寂下来, 如果说亮长虚之前只是金句蓝小步阵道的可怕, 现在他是连灵魂都在恐惧蓝小步。 这是什么人啊? 寄神谷也是可以说灭就灭掉的, 连寄神谷都可以灭掉, 昆虚海挤大势力, 人家会放在眼里。 梁家在这人眼里, 怕只是个笑话, 寄神谷可是传闻有神人存在, 就这样也被灭掉了。 家云空再次感受到了冰寒, 不同的是, 这次是一股寒意从脚底一直到头顶, 别看他也算是一方霸主, 可在他眼里, 寄神谷才是无敌的存在。 寄神谷随便炼化先欲, 如家云空这种人自然是知道的。 可寄神谷依然存在, 依然我行我素, 那是为什么, 就因为人家强大啊? 如此强大的一个地方, 竟然被人灭掉了, 这难道是真的? 不怪家云空怀疑蓝小步的话, 实在是因为蓝小步的话太过耸人听闻。 如果能随便灭掉寄神谷, 还会让自己的道理逃亡。 第449章 嘉云空的激动, 蓝道友, 您真灭掉了寄神谷, 嘉云空再也不敢装大, 而是谨慎地询问了一句, 甚至语气都用上了敬语。 蓝小步扫了一眼嘉云空, 这种丧尽天良的地方, 难道我还留他不成? 寄神谷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朋友是寄神谷长老, 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之前还寄予我的飞行法宝来着, 反正我现在去昆虚还也找不到我朋友, 不如先将你的昆虔岛给灭掉了。 蓝道友息怒, 嘉云空赶紧说道, 我的确是见过一次寄神谷的长老, 我和他并不熟悉。 之前之所以如此说, 一个是想要找个理由请蓝道友手下留情, 还有就是想要给自己脸上贴贴金, 到了这个时候, 嘉云空哪里还敢在意自己的面子问题。 蓝小步冷冷地看着嘉云空, 我说你不是什么好东西难道还会冤枉你不成? 我一到这里, 你就想要打劫我的飞行法宝。 这些年你昆虔岛做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吧? 估计冤死在你们手里的亡魂都有不少了。 认识寄神谷就是给脸上贴金, 我觉得你是给你脸上泼粪吧。 嘉云空连忙说道, 蓝道友冤枉我了, 我的确是有一些坏毛病, 强买强买过, 但我发誓从未为了一件法宝下过杀手。 蓝小步是不相信这话的, 嘉云空这种人绝对杀过不少冤死之人。 这种人死有余辜, 他正打算顺手干掉眼前这个家导主, 就听到家导主再次说道, 蓝道友, 你这几个朋友不去昆虚海, 想要返回仙界的话, 路途可不是一点点远。 我愿意派人全程相送, 将他们安全送到吴宇仙界。 简然嘉云空已经从蓝小步眼里感受到了杀机, 对一个可以灭掉寄神谷的人来说, 杀掉他嘉云空这个小小的岛主, 怕是和呼吸一般简单。 听到嘉云空的话后, 蓝小步迟一看一下。 从这里到吴宇仙界, 以诸科几人的速度, 怕是没有五六十年都不一定能到。 最重要的是, 诸科几人的修为实在是太低了, 随时都可能与命在虚空之中。 似乎感受到了蓝小步的犹豫, 嘉云空赶紧发誓道, 我嘉云空在这里发誓, 如果将来还敢规予任何人的法宝, 我修炼时候心魔而亡。 在小命面前, 别的一切都是虚的。 好, 看在我这几个朋友的面上, 我今天就放你一次。 不过如果我从昆虚海回来后, 你没有做到你承诺的。 仙界在浩瀚, 我也可以抓住你, 若是你不信, 你可以试试看。 蓝小步盯着嘉云空说道, 多谢蓝道友认可, 我相信, 肯定相信。 嘉云空立即说道, 他怀疑蓝小步在他身上下了神念印记, 可他又找不到神念印记在什么地方。 听到蓝小步的安排, 朱柯三人赶紧再次上来感谢。 正如蓝小步想的一样, 从这里返回仙界或者是前往昆虚海, 对朱柯三人来说, 都是危险重重。 蓝小步安排如此周到, 他们自然是感激不已。 要知道他们对洛彩斯也没有多大的恩惠, 最多只是和洛彩斯组队, 将洛彩斯带到昆蓬号上而已。 若是说起来的话, 他们还算是害了洛彩斯。 可人家洛彩斯的道理是多大的胸怀, 一点都没有牵怒他们, 还帮如此大的忙。 直到此刻, 嘉云空才松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小命保住了, 否则的话死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喊冤。 还有, 这陨石大阵是怎么回事? 是天然的阵法还是人为不至的? 蓝小步问道, 他心里在想, 人啊, 就是犯贱, 之前他只是想要请嘉云空也帮个忙, 打开陨石大阵让他过去, 嘉云空不但不愿意打开, 还想要谋夺他身上的轮回锅。 现在好了, 他准备杀掉这嘉云空的时候, 这家伙一脸讨好, 几乎连一个先帝的脸都不要了。 嘉云空恭敬答道, 陨石大阵的确是一个天然大阵, 不过这个天然大阵还有一枚阵旗, 这枚阵旗是可以控制这个天然陨石大阵的。 只是每次控制的时候, 需要的先灵脉比较多而已。 我来这里时间比较早, 获得了这陨石大阵的天然控制阵旗。 我用了将近千年时间, 这才收复这枚阵旗。 因为陨石大阵无法带走, 我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昆前岛, 也算是勉强求活吧。 蓝小布点点头, 等会你打开陨石大阵, 亮长虚, 你去控制虚空先船,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亮家, 并且一路上要注意亮姑彩。 是, 无论是亮长虚还是嘉云空, 这个时候都只有同意的份。 朱柯三人对蓝小布再三感谢后, 下了虚空先船。 嘉云空借助阵旗短时间控制住了陨石大阵, 亮长虚控制虚空先船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陨石大阵。 虚空先船离开昆前岛后, 蓝小布则是占据了先船五层亮长虚的修炼洞府。 至于亮长虚, 他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将先船的速度激发到最快, 并且时刻注意着有没有亮姑彩的消息过来。 数年时间转瞬即过, 蓝小布从未露过面, 只是在洞府中疯狂修炼。 控制先船急速前进的亮长虚叹了口气, 尽管亮长虚感觉如果先船还是以现在的速度急速前进的话, 真有可能会破碎掉。 不过蓝小布有命令, 他只要还想活着, 那就只能按照蓝小布的想法去做。 再说了, 就算是他死了, 还是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控制先船前进, 也改变不了什么。 自从出了蓝小布强度昆前岛的事情后, 昆前岛的力气比之前少得多了。 那种动不动就将人赶走的情况, 再也不复发生。 至于昆前岛的盗主家云空, 则是时不时地出来看看。 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 他担心蓝小布回来的时候, 还是会找他算账。 所以他想要看看能不能碰运气拦住亮姑才。 如果拦住了亮姑才, 哪怕得罪亮家, 他也要将蓝小布的道理洛彩斯救下来。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 那他对蓝小布的恩情就足以保住一命了, 说不定还能让蓝小布敢一下恩。 这天加云空依然是在陨石大镇外面转悠了一圈, 在他准备回岛的时候, 一艘飞船忽然由远而近过来。 加云空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件极品飞行仙器, 不过在极品飞行仙器中, 也只能算是中等天下的。 就算这样, 这也是一件顶级宝物, 若是在蓝小布事件发生之前, 他必定会拦下这艘飞船, 并且强行购买下来。 但现在, 他可不敢动手, 一块巨大的陨石轰向了这极品飞行仙器的船头。 加云空正想提醒一下, 就看见那飞船在虚空之中来了一个急速飘移, 随即停在了昆浅岛的虚空码头上。 就连加云空心里也是钦佩不已, 这控制飞行法宝的人绝对是一个高手。 仙船禁止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 加云空的神念扫了一下, 他发现控制这仙船的居然是一头仙妖兽。 这头仙妖兽也跟在这女子后面走了出来站在飞船甲板上, 让加云空疑惑不已的是,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小小一个大蚁仙敢单独前往昆虚海。 不对, 倒是这女子后面的那头仙妖兽, 似乎是七级仙妖兽了。 一个有七级仙妖兽手宠的大蚁仙, 绝对不简单。 晚辈洛彩斯, 见过前辈, 我们路过这里, 却被挡住, 这里的陨石看起来似乎专门针对飞船, 还想要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女子站在甲板上躬身失礼, 语气极为恭敬。 你要去昆虚海, 加云空惊讶地看着眼前这名女子, 心里有些无语。 如果不是拦小步的事情在前, 你不要说是去昆虚海,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就完了, 至少你的飞行法宝完了。 洛彩斯说话的同时传音给鼓道, 鼓道, 这个家伙修为很强, 如果他靠近一点点, 你立即控制飞船逃走。 若是飞船走不掉, 你就放弃飞船, 带我顺移逃走。 鼓道的天赋就是顺移, 在跨入七级仙妖兽后, 鼓道顺移没有半点痕迹和空间波动, 绝对是顶级天赋神通。 知道和这种强者说话很危险, 洛彩斯又不得让飞船靠近码头询问, 第一外面的陨石群他们根本就过不去。 第二家云空的修为明显强于他们, 远远询问路, 那就太不尊重强者了, 人家说不定你都懒得理你。 家云空问出了一句后, 忽然感觉到不对, 他立即就激动起来, 等等, 刚才你说你叫什么? 我叫洛彩斯, 洛彩斯说了自己的名字后, 已让鼓道开始激发宣传, 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家云空激动的脸都红了, 赶紧一抱拳说道, 我和蓝小布是朋友, 他正在寻找你。 什么? 洛彩斯立即让鼓道停下了飞船, 虽然没有靠近, 却也没有立即顿走, 前辈认识蓝小布。 家云空赶紧摆手, 前辈不敢当, 我叫家云空, 是昆前岛的道主。 洛仙子看得起我, 就叫我家岛主吧。 我在八年前的确是见过蓝小布道友, 除了蓝道友之外, 还有你的三个朋友, 朱柯, 梁轩, 董安寒, 洛彩斯也是激动不已, 前辈可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 第450章虚空找尼河, 真的是他要找的那个洛彩斯, 而且和亮长虚说的有些不同, 洛彩斯显然没有落在亮姑彩手中, 现在安全得很。 面对洛彩斯, 家云空可不敢拿捏, 他赶紧抱拳说道, 朱柯, 梁轩和董安寒三位道友因为你的事情, 被亮长虚禁锁住了。 结果在这里遇见了蓝小布道友, 蓝小布道友制住了亮长虚, 并且救了朱柯三位道友。 古道听到这里得意的朝洛彩斯说道, 主母, 我没有说错吧, 布爷绝对不会受委屈的, 怎么样, 现在他已经轻松碾压那个亮长虚了。 亮长虚你也知道, 那家伙可是昆鹏号的最强先帝, 在昆鹏号上流的不行, 在布爷面前还不是要趴下。 等等, 你叫我什么? 洛彩斯盯着古道, 古道铲着脸说道, 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布爷, 我就随便叫叫你的名字了。 毕竟是在虚空流浪, 也顾不得那么多的讲究了。 现在我们快要找到布爷了, 万一再叫你的名字, 布爷一生气, 说不定将我炖汤了。 主母, 你见到布爷的时候, 也顺便帮我说一两句三四句好话啊。 洛彩斯和古道一路过来, 也知道这货的秉姓, 哼了一声说道, 我还没结婚, 叫什么主母? 对对, 因为你没有结婚, 我才叫你名字的。 要不现在, 我叫你师姐, 古道总觉得自己之前的那个理由有些苍白, 以布爷的精明, 估计一听就知道他没有将只有大乙仙的主母放在心上。 现在洛彩斯给了新的理由, 他立即觉得这个理由才是最佳的。 洛彩斯没有理财古道, 对家云空一失礼说道, 家导主, 对不起, 你继续说吧。 家云空继续说道, 朱柯三位朋友因为有了蓝道友的作宝, 所以不再去昆虚海, 我已派人送他们去吴雨仙界了。 蓝道友在知道你被量公才抓走后, 逼着量长须加快速度去昆虚海量家。 他们走了八年时间, 以昆蓬号的速度, 我估计你是肯定追不上的。 可以联系上蓝小布吗? 洛彩斯吉忙问道, 家云空尴尬地说道, 我和蓝道友相谈甚欢, 一时间忘记了互流通讯猪印记。 而且这一方虚空和昆虚海的讯息经常会断掉, 因为去昆虚海的途中有一段虚空规则极为混乱, 讯息很难传递。 家云空是真的想要和蓝小布互流通讯印记的, 迈何人家蓝小布本来都想要杀他的, 后来因为他找了一个理由, 让蓝小布放了他一次, 他哪里还敢继续要通讯印记? 洛彩斯沉默下来, 他现在应该回到吴雨仙界还是再去昆虚海? 犹豫了一下, 洛彩斯转头询问古道, 古道, 你觉得我们是继续前往昆虚海, 还是回吴雨仙界? 古道嘿嘿一声, 师姐, 这你做主, 他心里自然是想要去昆虚海的, 布爷在昆虚海, 肯定是去昆虚海啊, 昆虚海必定好玩, 跟随布爷一起做威作福, 比回吴雨仙界过平淡的日子强多了, 洛彩斯想到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 完全是因为没有虚空方位, 现在问这个家导主要一个虚空方位, 他们就可以返回吴雨仙界, 那我们回吴雨仙界吧, 还请家导主给我一个回吴雨仙界的虚空方位,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洛彩斯说道, 他们来到这里全是运气, 实际上他和古道在虚空中就像是无头苍蝇一般, 那是迷路了, 古道嘴里说的一套一套, 实际上查看虚空方位连他都不如, 对, 对, 我觉得洛仙子说的很对, 从这里前往昆虚海危险重重, 中途还有虚空找尼和和虚空兽群, 我这边恰好有去吴雨仙界的虚空方位, 家云空赶紧说道, 洛彩斯才什么修为, 一个大仪仙就算是有一个七级仙妖兽, 这样去昆虚海也是送死, 古道歉了一声, 什么啊, 现在不也在昆虚海, 我们回到吴雨仙界, 岂不是正好相反, 洛彩斯犹豫起来, 古道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万一蓝小布留在昆虚海, 他岂不是要在吴雨仙界干等, 不对, 洛彩斯醒悟过来, 盯着古道,古道, 你刚才不是说让我做主的吗, 怎么现在要提意见, 古道咚弄了一句, 我只是建议, 建议而已, 洛彩斯则问了古道一句后, 再次对家云空失礼说道, 家岛主, 我还是决定前往昆虚海, 已经知道蓝小布在昆虚海量家, 正如古道说的, 如果回到吴雨仙界, 蓝小布离开量家后, 万一再去了别的地方而不回吴雨仙界, 他岂不是一直在吴雨仙界空等着, 家云空为难了, 洛彩斯这种修为随着虚空仙船一起去昆虚海还行, 单独前往昆虚海, 就凭借他的那个飞行仙气, 实在是堪忧, 可他又不能阻止洛彩斯的想法, 若是蓝小布再次责怪下来, 他承担不起啊, 犹豫了好一会后, 家云空有了主意, 洛仙子, 不如这样吧, 你的飞行法宝单独去昆虚海的确是有些危险, 在我们的昆虔岛上, 还有一艘仙船在等候陨石大阵结束, 这艘仙船是鸾交岛的, 鸾交岛可是昆虚海六大势力中排名第四的存在, 不如你就跟随着鸾交岛的虚空仙船一起去昆虚海, 我呢, 闲来也没事, 索性陪你走一趟昆虚海, 尽管安排了鸾交岛的虚空仙船, 家云空还是不敢让洛彩斯就这样走, 万一鸾交岛的仙船出问题, 他去了也好有个照顾, 他不去的话, 来小步怪罪于他, 他还没有地方便去, 本来人家要单独前往的, 结果他不放心安排到了鸾交岛的虚空仙船, 这不是他的问题也是他的问题, 多谢家岛主, 倒是不需要家岛主耽误时间, 只要介绍我们前往鸾交岛的虚空仙船就可以了, 洛彩斯赶紧说道, 他知道这种虚空仙船还是很安全的, 之前他在昆虹号上就非常安全, 家云空一白首, 没有关系, 我正好也有一些事情要去昆虚海处理, 就这么说定了, 昆鹏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一些虚空仙船禁止都无法支持, 在离开昆前岛第三十年的时候, 昆鹏号的仙船护震终于出现了裂痕,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昆鹏号正好在横渡虚空找泥河, 这种时候, 虚空仙船的禁止破碎危险可想而知, 一旦虚空仙船跌落找泥河中, 虚空仙船上所有的人都是死路一条, 梁长虚顾不得别的了, 他赶紧来到五层扣了蓝小布的洞府尽致, 什么事情, 可是有了亮姑才的消息, 蓝小布的脸色有些不大好看, 离开昆前岛的时候, 他是仙尊九层实力, 这几十年时间过去, 他还是仙尊九层的实力, 终其量是仙元凝炼了许多而已, 蓝小布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在继神谷修炼的十年时间中, 仙元已经转化为神元了, 这想要再进步, 实在是太难太难, 上次能从仙尊八层到仙尊九层, 估计还是之前吸收神元后的根基还在, 在修炼数十年没有进步后, 蓝小布猜测自己的修为是没有进步, 实力恐怕不会比仙帝巅峰弱了, 他的修为差一点, 他轰出去的是神元而不是仙元, 就凭借这一点, 寻常的仙帝就相差甚远, 上次他不借助阵法, 说不定也可以轻松碾压量长虚, 蓝道友, 我们的昆鹏号虚空仙船正在横渡虚空找泥河, 偏偏这个时候仙船禁止出现了问题,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仙船很有可能陷落进找泥河中, 虚空找泥河规则禁绝, 一旦跌落进去, 必死无疑啊, 梁长虚恭敬地说道, 蓝小布一皱眉, 一步就跨了出去, 他的神念之下,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确是如此, 仙船的禁止因为长时间超速飞行, 已经出现了问题, 这南部导蓝小布, 他随手抓出一些震气挥出, 同时开始修复仙船上本来的护震, 只是半个时辰不到, 这个仙船的禁止和护震就全部被蓝小布修复好, 梁长虚看得震惊无比, 他肯定以蓝小布这种震法实力, 两家就算是全部出动, 恐怕也无法奈何蓝小布, 蓝小布修复完仙船禁止后, 却站在五层甲板上震撼地看着仙船下方的爪泥河, 他刚刚修复仙船护震的时候, 爪泥河只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沼泽, 看起来就和寻常沼泽没有什么区别, 等他将仙船护震修复完毕后, 爪泥河上已经是一望无际的爪泥波涛, 这些爪泥波涛从一两丈高到十数丈再到数百, 甚至是上千丈, 爪泥波涛汹涌澎湃, 不要说昆蓬浩, 就算是比昆蓬浩再大十几倍, 一旦被这爪泥波涛卷入, 也是连骨头渣子都没有, 这哪里是什么爪泥河, 这简直就是爪泥大海, 蓝小布的神念小心地渗透下去, 当他的神念触碰到爪泥的那一刻, 一道道淡淡的神源气息被蓝小布捕捉到, 但下一刻, 他的神念就被汹涌澎湃的爪泥波涛碾压成为虚无, 蓝小布握紧拳头, 他因为借助寄神谷的神灵气修炼了一段时间, 如今极难进步, 想要再进一步的话, 找泥河中这种神灵气才是他需要的,